墨具五色作品的出身 源自于艺术总监黄志群 对于书法家董阳兹老庄说 气势辉红的艺术大作 以及导演刘洛宇 焦富恩师葛陀夫斯基 装作孟蝶的扣问 结合颇彩画家柯淑林的画作 影像设计王毅胜 灯光设计林克华等共同创作 呈现出优人前所未有的 缤纷与斑斓 那墨是中国最伟大的艺术 墨没有水就没有生命 但是墨加水墨分五色 墨其实本身就非常的精彩了 因为它墨分五色 但是彩呢 它也是非常的独树一格 那今天呢 我将墨跟彩交融在一起 产生第三个色彩 我觉得这是艺术家的生命色彩 因为这种交融 非常的千知百态吧 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变化 那这次呢 我真的非常开心 跟这么多位 杰出的艺术家 能够共同的创作一件作品 在各自的领域里面呢 其实呢 我觉得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创作呢 是让艺术的高度更提升了 所有的部门团队都融合在一起 然后大家觉得它很棒的时候 才会觉得哦 原来多媒体做了些什么 对 所以我在这里面 其实还是要很感谢左右这两位 对啊 那个淑琳姐还有瑞宇姐 那尤其是跟瑞宇姐在一起工作 一直以来 我觉得很舒服的一点 就是尤其是墨具五色 让我很难忘的一个经验就是 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在散步 对我们好像在一个山路里面在散步 然后我就说 瑞宇姐看一下这边有个东西很漂亮 她过来看了一下 她说真的 我们这边走走看 所以整个过程里面其实 一点都不紧张 然后很放松的情况下 我们挖掘了很多 淑琳姐的画作里面的很多细节 然后把它放在最适合演出段落里面 那我觉得那彼此融合之后 就会得到一个 我觉得我们都很惊艳的一个结果 老庄说里面 他有某种 他在讨论一些事情 那里面 也相关到 就是说我们怎么走我们的人生 这人生是某种 好像在虚无之间 可是在虚无之间 就是老子的虚无 但是呢 但这里头却有一种力道 一种劲 你怎么去走这样子 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走了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在优的诠释里面 我们用了太极 也是想到你什么时候发迹 你这样子 那这个 熟灵的这个波彩呢 根本就是一个发迹 他就是一下子 就是他感受到那个状态之后 然后那个力道下去 所以那个彩末在出来的状态 真的是非常 像他讲的千姿百态 所以这就回到了一个 就是说 好像是从这个老庄的里面 我们怎么回到了人生 他仍然千姿百态 那当然说这个事情就像 这个 这个一生 竟然 竟然这个 当其实在现场我们看到 我们也 我们就已经很开心 很惊艳 是因为 他是 他是把他的波彩里面的 那个画作的 哪一个 悬到哪一个角 像他说 他刚形容说散步 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 因为没有压力的 他就散到这边走到 他觉得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画作 好像是一个力量 我说 哎呀 刚好 我们可以做什么 就是好像 你就在那个画里头 跟着他的画在游走 然后就完成了 实体的人 跟影像的关系 其实每一个段落的 影像跟人的 前面的表现 都是有关联的 我觉得这样的画作 实在是一种 我们叫做无心的创作 那反而有一种 浑然天诚 那从他的画作当中 我想到了老子的 一个 一段画 呼吸 恍兮 其中有相 恍兮 呼兮 其中有物 幽兮 迷兮 其中有金 这样一句话 让我也对应到了 我们所谓佛法当中的 空 有 不二 一空 一有 这样的境界 我觉得自古以来 很多的生贤的一些 经典 或是他们的谈话当中 不管已经过了 两千多百 两千五百多年 或是三千年 我觉得都同样的 影响到了我们现在 2023年版本的墨具五色2.0 除了幽人 善用的鼓乐 铜锣 笛 肖等乐器之外 为了加强身体的张力 特邀新加坡 国家太极代表好手 郑凯欣 与剧场人 红一斌 共同演绎 结合幽人团圆 常年休息太极的身体特质 展现太极刚柔并记 武器合一的身段 这次的比较特别就是 我真的把实体老庄说的事情的 故事放进来 过去的幽其实不说话 最多就是我上去念几个诗 这样子 但是呢 经过了这三年嘛 因为这三年当中 有一些 就是疫情当中啊 当我们会在工作当中 或者有拍一些纪录片 就问到团人们的心情 他们就开始说大家的心事 说大家的愿望 也说了一些 他们过去的一些看法呀 我都算觉得 好像在优的作品里面 可以有更多一点人味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在过去 我们去年重作的时间 与你共舞 我们就开始放进去了 那然后 去年也做了一个作品 叫《转山》 那也放了更多的 团员们的一些语言 那这个作品里面呢 我也把这个诠释 跟老庄有关的 这些诗词文具 放进去了角色里头 虽然不多 但是呢 它好像跟人的距离 就更贴近一点这样 所以这个部分 对团员来说 对打鼓跟打拳 打坐的团员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我想他们 一天一天在进步这样 经典末剧五色2.0 将于9月22号到24号 于台北国家戏剧院 11月25到26号 于台中国家歌剧院 12月9号到10号 于高雄魏武营 国家艺术文化中心 展开八场的精彩演出 喜爱幽人神谷的观众朋友 可千万不能错过 记者李希慧台北报道